阿里山的茶园 看看我身后一望无际的茶园 是不是很漂亮啊 兰兰现在在阿里山的山上 阿里山茶园非常有名 可以代表台湾去世界各地比赛 今天这集兰兰教带大家来早茶 在阿里山上的茶园里面喝茶 是不是非常有气质呢 今天就要来拜托季老师 那因为我们高山其实气候比较冷凉 而且因为高山茶的话是做成球形的 所以我们在泡茶之前 必须要先提高我们茶壶的温度 是 所以我们要先做温壶的动作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茶叶是呈现球形的 对 为什么 传统的做法它是反复的团肉 会增加它的滋味跟口感 了解 对 看到一球一球的好可爱 它外观有点碧绿色的 对 要是不用闻 跟我说这是茶叶 我可能还要想一下 好可爱 你看是圆圆的 我们如果一般在吃海鲜的时候 如果是 海鱼就是新鲜现掉的 我们会做红烧吗 不会 对不对 浪费 对 浪费 清蒸 清蒸嘛 所以我们这个比较好的高山茶 当然只要喝它原汁原味 所以我们做清香型的高山茶 可以喝到它原本的本质的味道 最纯粹的味道 第一泡不要 第一泡要 因为第一泡它最营养了 它有丰富的茶召素 哇 那茶叶都舒展开了 对啊 你看到茶叶都舒展开了 对啊 你看到茶叶都舒展开了 不是 我这可以拿一勾起来呢 你可以闻一下香气 有没有 好香喔 看来之前可以先观一下茶色 然后闻一下茶香 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品尝 有需要干杯吗 品质怎么写 品尝的品怎么写 三个口 对 所以我们要怎么喝 我们要喝三口 对 慢慢的喝三口三口 才可以干杯 就不干杯了 所以可以干杯 那个唇厚的感觉 是 回甘之外呢 你会觉得嘴巴香香的 对 其实心情会蛮好的 对 因为年轻人会喜欢嘛 我们就希望把这种茶文化 向下延伸 让更多的年轻人会觉得 喝茶是一件很优雅很时尚 而且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下午茶时间 在这个那么高海拔的地方呢 竟然还有这么疗愈的下午茶甜点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蜜香 红茶圣多诺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 阿里桑乌龙牧师 然后它都是有用我们自己的茶 下去然后去做出来的一个甜点 蜜香 红茶圣多诺 名字好疗愈 天哪 你看 上面还有玫瑰花瓣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创意之外 我旁边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那个红茶 然后就是贵妃荔枝玫瑰红茶 请号称我们周族第一美女的姿运 来帮我们做萃荔枝玫瑰 很专业还要这样上下拉动 就有点像是自己做实验 对 我喜欢就是让客人他会去透过 比如说时间 水温 让他知道说怎么样 你要把自己的好的风味带出来这样 是…这也是留下一个很棒的印象 就不是单纯的吃甜点跟喝下午茶而已 希望多增加一点记忆的… 记忆的美好 对… 我觉得年轻人对于茶叶的知识 也可以增长 不管是从吃的里面 或是直接有这个现场做的 做的手冲的感觉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是非常有体验感的 好香喔 这个温度很刚好 是不是 对 暖心的温度 这个温度在口中真的是非常适合 喝茶的温度 我觉得非常讲究 我今天遇到一个超懂我的 有觉得有懂 有被了解的感觉吗 对… QIQI IQI